宗门考核时 别人都在争分夺秒 找藏在森林中的令牌 我却直接躺在树上睡大觉 在一世大殿 掌门和各风主都愣了一瞬 这这 他是要睡觉 考核还不如睡觉中药 哼 如此被懒之人 果真适合第一风 我第二风是断然不会药的 第一风风主冷笑一声 毫不犹豫维护自己未来的小徒弟 我的弟子用得着你第二风药 吼吼吼 一声震天汗地的猿吼传来 我猛的惊醒 瞬间翻身下地 迅速朝生缘而去 一只约十米高的通天巨猿 双眼通红 一声声饱含灵力的猿吼不停响起 他不停地锤打着胸脯 像是发疯了一样 追杀着十几名考核者 我你没看着 我记得五品通天巨猿属于灵长类 通人语 脾气秉性最是温和 为何会突然发狂追杀人类 正在我思考之际 就瞧见发狂的通天巨猿处 反射一抹银白的光芒 我定睛一看 顿时你没 耳朵 爪子拍在地 口吐鲜血 毫无抵抗之力 眼看着通天巨猿 就要将他们头踩扁直时 一道红色张扬的身影 从旁边窜出 灵力随之潮发狂的通天巨猿而去 躲在人群最后的宋青青 气喘吁吁的看着我 急忙大喊道 你这个废物要干什么 你自己要死 别拉上我们啊 大家快跑 他惹怒了通天巨猿 大家都得给他陪葬 众人一听又急又怒 纷纷急言立色的开始指责我 你一个无属性灵根 根本对我们产生不了任何的帮助 不好好在旁边躲着 冒出来干什么 就是啊 我们本就身处危机之中 再不跑我们都得死 你突然跑出来 是生怕我们死得不够快吗 快滚到一边躲着 别冒出来 被我们添麻烦 只会拖后腿的废物 只有一个面若冰霜的女子 并未开口 我绑住你们的腿 不让跑了 面对指责和鄙夷 我不屑于搭理 手中灵力汇聚 宋青青瞧着 擦了擦脸上的鲜血 我不怒返校 就你们 有什么好处 话音刚落 喊着鲜血的灵力 疯狂朝通天巨猿而去 他一定会惹怒通天巨猿 快跑 让他一个人去死 不然大家都得死 有人高喊了一声 众考核者大惊失色 可下一秒的画面就震惊了他们 上一刻还在发狂的通天巨猿 竟是乖巧的扶在我身边 任由我爬上他的头 发生了什么 刚才追着他们狂奏的通天巨猿 怎么在我面前乖得像宠物 可我明明是无属性灵根 只能体羞啊 吼吼吼 通天巨猿趴在我的脚边 硕大猩猿的眼睛看着我 烦躁不耐的用爪子扣着自己的耳朵 我看着他的动作 才试探着问 耳朵不舒服吗 吼吼吼 通天巨猿趴在地上 依旧不停扣着耳朵 一双眼睛求助的看向我 等我上去一看 才看清一枚悬铁令牌 严严实实的卡在通天巨猿的耳朵中 我把令牌拿下来 上头俨然写着灵 通天巨猿温顺了下来 轻易地蹭了蹭我 方才少女身上 那股神圣浓郁的上股龙器 恐怖如斯 再加之御兽术 那威慑里 让她从内心深处不自觉地臣服 而现在不仅帮她 拿走卡腾了耳朵的东西 更没有攻击她 更是觉得我心地温柔又善良 是少有的好人 宋青青看见 刚刚把他们揍得半死的灵兽 竟乖巧讨好着我 本就没有血色的脸上 更是气得发青 众人大惊 皆是不敢置信 刚刚还追着我们打的灵兽 就被她这么轻巧地解决了 她竟然会御兽术 一个无属性灵根掌握的御兽术 竟能够控制五阶灵兽 亦是大殿 掌门和封主也是惊讶出生 毕竟这个大陆御兽术 是最为稀少的存在 那是御兽术 它怎么会如此纯熟的御兽术 想不到 无属性灵根竟能御兽 还真是便宜了第一封了 第三封封主感叹出声 最废物的灵根竟能御兽 到时候让我体修 再加上御兽 倒也是不俗的选择 掌门也是肯定地点点头 他虽说是无属性灵根 但好在一手御兽术纯熟经验 确实适合去阴才试教的第一封 说不定能给我们一个惊喜 第二封封主向来和第一封封主不对付 当然见不得他收好徒弟 冷笑着提醒 就算他会御兽术 但一个无属性灵根 修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辈子只能体修 日后他修习御兽术 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恐怕水平也就到此结束了 此话一出 在场的封主们正想要出言强我 也只能遗憾地摇头 灵力越强 御兽术术越强 我不能修炼灵力御兽术 很难有进步 第一封封主 神色冷淡漠然地瞧了他一眼 并未动怒 实则内心已经乐疯了 那样的天资加上御兽 前途怎么一个绝自得了 明星周看着自家小师妹没事 才暗自松了口气 等通天巨猿走了 众人才从劫后余生的欢喜中脱离出来 一名身穿白色衣裙的冷艳少女走了出来 忠心道谢 陆月霜 多谢姑娘救命真 有人戴了头 正处于尴尬羞愧中的众人 急忙起声道歉 他们之前才嘲笑过人家是无属性灵根 结果转头就被人家救了 就算再瞧上人家 也得低头倒生血 举手之劳罢了 我平静回答 我确实也没做什么 而且还白得了令牌 唯有躲在最后的宋青青 暗暗掐着手 面色苍白的提醒 这位姑娘好像在通天巨猿身上找到令牌了 但这通天巨猿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这样抢令牌不太好吧 大庭广众之下 我暗下想抽死她的冲动 冷笑着回怼 我凭本事拿到的令牌 怎么你想抢 陆月霜最见不得这种小贱人 抱着常见讥笑 现在舔这个脸拿令牌说上 刚才就你跑得最快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通天巨猿本就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突然出来就拿令牌 换谁谁能服气 这是入门考核 通过名额有限 令牌本来就是大家公平竞争 岂不说没有你 我们也跑得掉 就算你救了我们 总不可能让我们拿自己的前途去回报你吧 是不是也太贪心了点 宋青青被两人对的脸色一变 立马掩饰住 满脸正义的指责我 有些人立刻心思动摇 表示认同着 毕竟他们一群人找了大半天 没看见令牌的影子不说 结果我什么都没做 就白捡了一个令牌 这让他们如何心平 对呀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救我们 而是早早就盯上令牌才出来的 那令牌还是我们先发现的呢 他就算救了命 也不能如此强势霸道的战为己有吧 就是若没有我们一开始 消耗通天巨猿的灵力 他就算会预售 也没办法这么快解决的 这令牌本该有我们一份 简直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陆月双被他们一群人的不要脸惊到 气得神色冰冷 我抬眼腻着宋青青 讥讽一笑 宋青青 你不就是想要我手里的令牌 是又如何 大家都想进凌云宗 谁敢摸着良心说自己不想要 宋青青阵阵有词 丝毫不觉得有错 只觉得我根本不配和他进入同一个宗门 他挑衅的看向我 你可敢跟我决斗一场 我们公平竞争 宋青青你但凡要点脸都说不出这种话 他是无属性灵根 你一个武灵根欺负他干什么 你要真说公平竞争 你跟我打 陆月双抱着长剑 像是老母鸡护载一样 把我护载身后 我跟你有什么好打的 你有没有令牌 我只和神弯弯打 宋青青脸色都快气清了 他在九阳宗受尽宠爱 哪里受过这种众人指点的委屈 但他也不敢和陆月双决斗 这陆月双和他一样是武灵根 但境界却高他许多 已经是五阶灵士的水平 是一群人中的佼佼者 我还没说话 陆月双就护住了我 担心道 这令牌本就该是你的 千万不能答应 他百明了欺软怕硬 看着你脾气好伶俐 若好欺负 宋青青看着我 挑衅道 你不会不敢吧 好啊 我答应得爽快 明明输过一回 却还赶上赶着决斗 我倒是想看看 宋青青有什么新鲜手段 再者 我要进凌云宗 宋青青休想尽 陆月双一听 担忧地拉住我的衣袖 摇了摇头 放心 我给了陆月双一个安心的眼神 随即迎上宋青青 我与陆月双萍营水相逢 但他此时眼里的担心实在真切 倒是窝心得很 决斗开始 宋青青青就召唤出了三品烈焰蛇 轻蔑出声 上一次是我大意 才会让你占了上风 这次我绝不会输 你也别想进凌云宗 言毕 他便运转起浑身灵力 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火球 猛地朝我杀去 我脚尖点地 身影如同鬼魅一般 速度极快地躲过那一团火球 只见我手上水系灵力运转 又迅速凝结成冰 漫天冰雨裹挟着灵力与钢峰 砸向宋青青 你以为 我还是之前的我吗 三品烈焰蛇 屁宋青青挡住所有伤害 宋青青不屑讥讽一笑 你太轻敌了 捆仙绳 趁我分心攻击他时 迅速使用捆仙绳 陆月双文言 神色大变 着急地提醒 快躲开 捆仙绳乃是三品灵气 就算是灵师被捆住了 也无法动弹半分 若是我被捆住 后果他不敢想 话音刚落 我就被捆仙绳控制住了 宋青青飞身上前 凑到我面前疯狂大笑 捆仙绳的滋味怎么样 这可是我为了对付你 专门求安哥哥送我的 我冷眼看着他 面色依旧冷漠 看来什么都靠男人 你觉得很光荣 那又如何 像你这样的花瓶 就算要靠 也没有男人要 不过不得不说 你的武林根很好用 宋青青眼眸中满是贪婪 你只有两人听得轻的声音说 哦不 现在是我的了 我的武林根 在你身体放了几天 怎么就成你的了 冷冽而裹挟着寒气的嗓音响起 我手指微曲 不断吸收凝结着周围的灵力 骤然正开了捆线绳 下一秒 宋青青就被我一掌拍伤在地 肚子传来巨疼 宋青青猛吐一口鲜血 抱着肚子蜷缩在地 不可伤人性命 空中响起负责弟子的警告 我走到宋青青身边 一脚就踩碎了他的玻璃球 红唇微钩 宋青青弃拳 宋青青惊恐的睁大眼睛 又怕又恨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负责的弟子带了出去 逐日之森 众人一片死寂 一世大殿中 五灵根弟子 只有第一封风主和宁行舟笑开了花 掌门缓了缓 凝重道 是我们的疏忽 五属性灵根 确实修炼灵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并不是绝对的 得知我能修炼 瞬间引起几位风主的争抢 这个大陆玉兽师最为稀少 有玉兽天赋的 更是万里挑一 第二封风主一瞧 也不管自己之前说过什么 立刻抢人 他既然能够修炼 便可以灵体兼修 若是好好休息于兽术 日后将大有可为 我们第二封向来是宗门比武中的前三名 想来他在我的教导下 一定会有大好的未来 第三封风主一听 立马就不乐意了 你之前还说人家被揽不肯收他 如今又说去你第二封 还说要收那个五灵根的姑娘 哪能什么便宜都让你占得去呀 依我看 这姑娘小小年纪会御寿 这就是我们第四封的天选弟子 除了我们第四封 每个封还有御寿师 能够教授他更强的御寿术 以他在御寿上的天赋 好好教导 第二封风主反驳 他门下虽弟子众多 但没有一个御寿师 他就算豁出这张老脸也要抢到 第三封风主见状 提醒到 你们想的太好了 就算他可以修炼 也还是无属性灵根 他修炼的速度将不足常人的十分之一 他的御寿术休息速度也会极慢 若是没有坚毅长久的道心支持 恐难成大气 最多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几位封主瞬间安静下来 三封主所言甚事 确实是他们考虑不周到 忽略了无属性灵根就算能修炼 速度也极为缓慢 掌门只能捏了捏眉心 脸色严肃道 再者 修炼仪是须保持本心 所以究竟选择哪一封 还是等考核后他自己决定罢 听长们这么说 逆行周一听 急忙凑上前小声道 师父 稳了稳了 小师妹都收下见面礼了 到时候一定会来我们疯的 他说完正等夸呢 就听见第一封封主传音入密 臭小子 总算是聪明了回 知道拐小师妹回来了 凌云踪外 宋青青被负责的弟子为了担药 刚睁开眼就看见了周明安焦急的脸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安哥哥 他生的可爱清纯 现下脸色苍白 哭起来更是惹人心脸 周明安已经在负责的弟子那里了解过情况 看着宋青青也是柔声问 青青不哭 你告诉我 那神弯弯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这样针对于你 宋青青清楚 一定要抓住眼前的男人 吸了吸鼻子 做出要哭却忍着的模样道 安哥哥 青青不该瞒你 那神弯弯是我的同门师妹 从小战着天赋 抢我所有修炼资源 听说五阳城宗门大选 只有一个名额之后 便火同别人将我关了起来 更是想要取了我的灵根 永绝后患 但我运气好 我失踪没多久 就被师兄弟们发现了 这才让我逃了出来 参加宗门大选 如今他发现我没事 并不可能再放过我了 周明安越听越心疼 心底已经厌恶极了我 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立即许下承诺 青青你放心 以你的天资 只要我去求求师父 你照样能进凌云宗 真的吗 安哥哥 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宋青青装作懂事的模样 真是一个可怜又善良的姑娘 周明安如是想 他安慰道 有我在 很快 十二个时辰就过去了 经过这一轮 原本一百个弟子 只有一半的人拿到了令牌 五十名新弟子 便被带往了一世大殿 进行拜师择选 一进大殿 掌门和五位封主多坐在上手 新弟子们则站在殿中 我隐约感觉有动静 一抬头就瞧见陆月双 到了他的身边 问 怎么样 可有受伤 陆月双抱着剑摇头 我拿令牌随手在地上捡的 饶是我也只能感叹一句 运气好也是一种实力 拜师择选 现在开始 负责的人高声喊了一句 便开始念名字 进行拜师了 听说第二封风主最为严厉负责 我倒喜欢严厉些的 陆月双随即好奇地问 晚晚 你想好进哪个风了吗 我扫了一眼 然后有兴趣到 第一封那老头看着挺好玩的 我想去看看 你别看第一封排在最前 但却是凌云宗最菜的一封 你要不跟着我去第二封 陆月双担心我真去错了点 劝到一半就听见自己的名字 陆月双 十五岁 五灵根 陆月双只得听了下来 走上前去拜师 陆月双 一向第二封 他天赋高临根好 自然顺利进了第二封 更是惹得第二封风主眉开眼笑 眼看着别人都选完了 就剩下我 神婉婉 十五岁 五属姓林根 一瞬间 大殿所有弟子的灼热目光 都落在我的身上 众位风主更是个个看着他 命行舟更是紧张地扣着师父的座椅 我挺直背脊走上前 淡淡道 神婉婉 一向第一封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传闻第一封风主收徒 从不看天赋实力 纯靠演员 授徒方式更是奇葩 第一封的弟子 各个不务正业 有养花草的 有陈迷书法的 也有打铁的 反正除了修炼 什么都干 导致菜道年年 都不敢参加宗门比武 几位风主有些坐不住了 只见方才还端着架子 冷静自食的风主们 竟开始争辩 第二封风主冷映着脸道 神婉婉 你可想好了 你虽是无属性灵根 但好在能修炼 又有预授天赋 只要好好培养 也是有望出人头地的 但去了第一封 你的前途恐怕就废了 你可不要后悔 言外之意 不管去哪个风都好 但第一封万万去不得 就算你不选第三封 去哪个风都会好好培养你 但去第一封的确冲动了些 你再想想 不要一时冲动 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第三封风主温和相劝 命行舟和第一封风主都没说话 只是静止望着我 我一身其傲风谷显露无疑 敏唇坚定 各位风主 神万万一生所作决定 从未后悔 命行舟是第一个相信我帮助我的人 我自然也信他 新弟子们纷纷唏嘘 要知道我那无属性 灵根就是个废灵根 运气好有欲兽的天赋 又能修炼 只要选对师们 还是有翻盘的机会 却不想 我竟然选择了最菜最废弟子 最躺平的第一封 可不是费上加费了 各位风主也只是摇头不渝 眼里全是遗憾和惋惜 陆月双一开始觉得 我搞不清楚情况 可看见我坚定的模样 反倒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不管去哪儿 都是前途不限量的 怕什么 第一封风主灯时乐开了花 立刻吩咐宁行舟 好好好 为师的好驮 行舟快把见面里给你小师妹 小师妹 这是师父给你的见面里 说着 宁行舟就将一个小木盒子塞给了我 他也是极为开心 小师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能会掩饰猪 他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带了师的弟子 照例都会得到拜师礼 都是风主细心准备 精美得很 众人一瞧我就一个小黑木盒子 也是心照不宣的摇头 果然 本来天赋就不出众 摊上这样的废物宗门 还不被师门重视 真是要成一个活脱脱的废物了 所有弟子都择师门 宣布的弟子高声喊 拜师礼 却不想被一道女生打断 神万万是个杀人狂魔 凌云宗万万说不得 寻着声音看过去 果不其然是宋青青走了进来 一身白衣白裙 脸色红润 端了一副温婉的模样 掌门坐在高位 你没瞧着宋青青 你所言何意 宋青青板正地跪在地上 朝着几位风主和掌门一一磕头 随即满眼仇恨地盯着我 请掌门和几位风主明察 我是宋青青 与神万万是同门师姐妹 前些日宗里选出最强弟子 参加凌云宗选拔 弟子胜出 却不想神万万怀恨在心 趁弟子前来参加宗门大选 竟是将我九阳宗五位师兄弟 和我爹爹亲手杀死 如此心狠手辣 不忠不孝不义 心术不正之人 凌云宗如何能收 众人文言大惊 连带着掌门和歌风主 看着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不退不让 镇定辩解 我没有 我只是二阶灵士 如何能够杀死他们 明明就是你 除了你还能够有谁 宋青青言之凿凿 眼神像是脆了毒 死死地盯着我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说是我 你可有证据 我不躲不闪 对上宋青青的眼神 凤眸清澈如水 宁行周第一时间站出来 替我说话 九阳宗虽是小宗门 但宗主也至少要 灵士等级的实力 我小师妹只是二阶灵士 如何能够杀死你爹 和五位师兄弟 宋青青你莫要信口雌黄 第一封风主 撑着头眉眼淡漠 抬眼腻着宋青青 我脱了心地最是善良 断不会做此事 周明安担心地看着宋青青 眼看他落了下风 急忙扯了扯第二封风主的衣袖 第二封风主演成青壳 看似要主持公道 人命关天乃是大事 宋青青你可有证据 我 我虽没有证据 一说到证据 宋青青就虚了下来 毕竟是他的猜测 但眼下几十双眼睛盯着 他只能奋力一搏 但只要咽咽 他身上有没有我爹爹的火系 灵力留存 一切可见分晓 我上前 直接顺着宋青青的话说 咽 必须咽 只不过我身上若是没有 那宋青青便是故意污蔑于我 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林云宗怕是不能允许他进门吧 掌门闻言 众媒严肃点头 那是自然 诬告陷害同门之人 我林云宗万万不能收 我一步步走到宋青青面前 双手抱胸 挑眉一笑 那就请掌门来咽 我若清白 宋青青此生禁不得林云宗 闻言 宋青青瞧见我如此凶有成竹 心中越发没底 陷入无限怀疑之中 他确实没有证据 来报信的人也只说九阳宗出事 并没说是谁 他只是直觉认为是我复仇所为 但眼下再看 他没有半点心虚 也只是个二阶灵事 难道真的不是我干的 宋青青皱眉紧紧盯着我 却瞧见我朝他诡异一笑 不对 一定是我的圈套 故意引他答应 一旦不是我 他一辈子都进不了林云宗了 他恍然大悟 气焉矮了一劫 咽着口水后怕道 掌门 各位风主 此事事关六条人命 是弟子太过草率 并没有实际证据 他污了沈姑娘清誉 还请诸位允许弟子探查清楚再验 我一听 不乐意 强行扯着宋青青 还探查什么 该验就验 现在就验 我这一反应 宋青青彻底确认 就是被他算计了 急忙拦住我 沈姑娘是我没有弄清真相 是我鲁莽了 六条人命的事情 怎么能如此草率啊 好险好险 差点就被这件人算计 一辈子都进不了林云宗了 你行舟坐不住了 将我护在身后 你信口雌黄 说是就是 说不是就是 你如今对我小师妹 造成很大大的精神伤害 其实你一句鲁莽了 就能解决的 宋青青气得拳头捏紧 但又害怕真进不了林云宗 只能忍其吞声 这位师兄想要如何 此时你既为弄清前一后果 就鲁莽闯进一世殿 实在无礼 来人 把他打出去 眼看一场闹剧有延续的趋势 林云宗掌门抿唇下了决断 随即又走到我面前 拿出一枚丹药给他 你寄进了 我林云宗 便不会让你呆白受委屈 这洗髓丹你收着 虽不能彻底改善你的体质 但至少能疏通经络 对你修行大有弊意 多谢掌门 我果断行李收下 宋青青看着那颗丹药 眼眸中闪烁着贪婪极度的光 手掌被指甲掐得出血 凭什么 凭什么一个无属性林根 能够得到三品洗髓丹 明明应该是他的 他又惊又怒 在众目睽睽下 被弟子赶了出去 掌门是位先锋道鼓的老者 对我慈祥一笑 温身安慰 无妨 日后修炼上遇见难题 可多来寻我 第一封封主一听 极为傲娇道 我的弟子 就不劳师兄挂心了 拜师也拜完了 我便带着宝贝图文回去了 说完便走 我和宁行周立即跟上 只剩掌门立在原地 无奈一笑 六七十岁的人了 怎么还是这样急性子 第一封 一封主楚山岳坐在前手 结果我递上来的拜师查 怎么看我怎么满意 老夫可算是受到心意的弟子了 命行周在一旁眼唇倾咳了咳 楚山岳脸上如菊花的笑容 挣了一瞬 随即道 当然你六个师兄为师也很喜欢 但最喜欢的必须是我们小七 话这么说着 心里却止不住嫌弃 六个臭小子差点把他气到折寿 哪里比得上乖巧懂事的小七 我也最喜欢小师妹 命行周点头附和 楚山岳想起了什么 朝我招手 小七过来 我一眼上前 柔声叫着 师父 你应该不是无属性灵根吧 楚山岳拿出一枚燕灵石 我如实点头 楚山岳恐怕早已一眼洞穿 上前将手放了上去 瞬间 那燕灵石不停闪烁着七彩光芒 充斥着整个宫殿 命行周眉头紧拧 这样的场景 他在书中看见过 他不可置信的惊呼出声 混沌灵根 他知道小师妹天子好 也没想过 竟是万年难得一遇的混沌灵根 果然 楚山岳满意的点头 心底嘚瑟骄傲极了 转而严肃的嘱咐宁 楚山岳已经看穿了我的伪装 大概率猜到 九阳宗的几条人命死在我手上 正道中人 一向最机会滥杀人命 刚才在大殿上 如果真做时我杀了人 不管对错灵云宗必定不会收我 我忍不住担心楚山岳的态度 楚山岳大掌一挥 笑得爽朗 为师既然收了你 自然信你 只是各种缘由 小七想说便说 不想说也依旧是师父的小七 之前考核我就下众人 面对众人的指责毫不退却 楚山岳就看出 我本性善良坚毅 反倒是那宋青青 看着便是心死不正之人 我看下命行舟 见他一点头 挑剪着解释 师父 我从小便是孤儿被宋青青收养 却宋青青百般虐待 甚至将我推下悬崖 我才知道是宋青青灭了 我家满门 我九死一生回来后 宋青青还要置我于死地 我拼死反抗失手将他杀死 因此身上才残留着他的灵力 倒不是我害怕 主要我手段有点血腥 怕下着眼前的师兄师父 岂有此理 楚山岳文言韵怒 仗着没人护着我们小七 竟是如此欺辱于你 杀得好 小七 你是为父母报仇 是他作恶多端 本就该死 宁行舟也是一份填膺 两世都被师父残害 我一时有些受宠若惊 我想着就算他们能够接受 也会以修道之人 不得力气过重来训斥我 万万没想到他们会如此说 怒后 楚山岳更是怜惜地看着小徒弟 小七别怕 然后我们小七也有人胡找了 宁行舟气得恨不能去补两刀 坚定点头 就算天崩地裂 我也会护着小七的 绝不让小七受欺负 我心底划过一股暖流 多谢师父 小七 你六位师兄有三位闭关了 届时出关了再去拜见 今日便拜见你大师兄和二师兄吧 楚山岳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发 又吩咐宁行舟 小六 吩咐神仆将灵韵殿收拾出来 各色各样的四季服饰都要立马背上 吃食也要因应俱全 不论甜咸都要背着 想要什么灵气 让你五师兄的仓库飘就是 想要丹药和围师说 没有围师就闭关给你练 宁行舟经的瞬目结舌 灵韵殿是个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整个第一封的天地灵气 属灵韵殿最浓郁 想当初他找师父说了好多次 师父都舍不得给他 而且师父向来老玩同一个 脾气最是直爽火爆 什么时候这么温柔体贴过 收徒大典后 第二封风主脸色铁青的回了第二封 周明安跟在他的身后 见他动怒急忙陪笑 师父莫要动怒 对身子不好 弟子有一件好事要禀告你 你 你不给我惹货就不错了 还能给围师带来什么好事 第二封风主看着周明安谈媚的模样 心底才舒坦几分 冷横出声 他不喜周明安做事嚣张 见识短浅 但周明安天赋中上 已经算是他弟子中的佼佼者 又有一张会说话的嘴 在仪式殿 确实是弟子考虑不周 害师父丢脸 但今次的的确确是一件事 关我第二封未来的好事 周明安拍着胸头保证 说来听听 第二封风主一听 倒真是来了兴趣 周明安这才娓娓道来 师父 今日那宋清清乃是极品武林根 他如今愿意拜入您的门下 如此一来 我们第二封便新收了两名武林根的弟子 以他们的天资 加上师父的教导 定是能够在一个月后的宗门比武上拔得头筹 可他并没有通过宗门考核呀 二封主听着有些心动 但转念一想 仍有顾虑 当时的情况 师父也看见了 是神万万强行让他弃权 并不是宋清清自愿弃权 真算起来那神万万并不合规矩 如今他自愿拜入您门下 届时当真论起来 一个武术性林根和武林根 掌门也不会为难您的 周明安为了宋清清努力劝说 文言 二封主陷入思索中 片刻后才做了决定 让他进来 宋清清走上前 捏着裙脚柔弱跪下 弟子宋清清 多谢师父收留之恩 与此同时 我去拜见各位师兄 瞧着面前修身玉力的少年 我有些好奇地问 小师兄 第一封为何会有如此传言 都是他们不懂 他们一介俗人 凡事只看境界 哪里懂得师父的苦心 宁行周不屑地哼了一声 随即对他温声解释 小师妹须知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 既然有修炼天才 就有修炼废材 并不是所有人都擅长修炼 师父收徒 并不是唯天赋论 更重要的是心性和本心 修炼者随着境界增长 寿命也会增长 所以修炼意图漫长无期 品行心性比天赋更为重要 旁人说我们不务正业 其实只是师父 他主张有教无类 不抢求门下弟子修炼 而是挖掘每个人的潜力 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潜力 教授不同的课业罢了 譬如大师兄 喜欢收集其实 师父便教他藏石剑宝 须知登天之徒 并非只有一条 无数条路只要坚持走到极致 也能殊途同归 有教无类 对呀 这世间多少不能修炼的普通人 难道他们就不配传到授业解惑吗 我听得心头震撼 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 却觉得句句说到了心坎上 越发觉得来对地方了 瞧着小师妹乖巧的模样 宁行舟自然高兴 嘱咐道 前面就是大师兄的住处了 进门一定要小心 见识不对你就躲得远远的 我不太懂 但一眼点头 大师兄刚进清静殿 宁行舟的声音戛然而止 十几块奇形怪状的石头 朝着他迎面而来 下一秒 带着古老符文的银色圆圈 从宁行舟脚下升起 宁行舟被困其中 无奈大喊 大师兄别玩了 我带小师妹来拜见你了 言必 那群石头像是抽了灵魂 瞬间散落在地 我颇为惊讶 他随手就能施展阵法 正想着 就听见一道成熟平稳的嗓音 进来吧 我这才跟着宁行舟进去 只见偌大的殿里 四处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 身着胡蓝 围都装束的英俊男人 正拿着圆镜挑选着桌上的几块石头 半月不见 小六你又退步了 你那阵法神出鬼没的 师父都中过招的 何况是我 宁行舟忍不住吐槽 被男人瞥了他一眼又安分下来 大师兄 这是小师妹 我上前行礼 神晚晚见过大师兄 好 我们第一封终于也有小师妹了 见面礼自然不能少 大师兄许怀锦迅速上前扶起 取出手镯递给我 奉鞋手镯 师妹看看可还喜欢 我握着手镯道谢 多谢大师兄 我很喜欢 我接过 灵力刚一运转就发现 竟是个巨大的储物空间 宁行舟瞧着许怀锦严肃的模样 轻声问 大师兄 这几块石头可有玄机 前几日我得了颗巨石 查探到有玄铁精存在 经过几日的筛选 就剩下这几块 但却始终拿捏不准 许怀锦摇着头道 玄铁精硬度强度 都是寻常玄铁的数十倍 是制作中体灵气的好材料 冶炼方法与寻常玄铁也不同 并不能直接切 而是要化水慢慢冶炼 所以许怀锦才久久未曾动手 其貌不扬的石头 竟能开出玄铁精 我颇有些好奇 走到桌边认真查看 许怀锦瞧见我有些兴趣 问小师妹可能看出什么 大师兄 你别为难小师妹 你都看不出区别的 小师妹又怎么 宁行周担心我 他当初刚进门 也跟着大师兄学了几日 结果什么都看不出来 还被大师兄嫌弃了一顿 他可不忍心 看着小师妹选不出来 被大师兄嫌弃 这么好的小师妹 怎么能嫌弃 可他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 大师兄 这块有些不同 我拿起最角落的那一块 递给许怀锦 见我认真 许怀锦谋中闪过亚裔 便拿起那块石头 去化水冶炼 两人都跟着过去了 却不想片刻之后 你就是一个去黑的石坨坨 宁行周叹了口气 连忙安慰我 不要紧的小师妹 大师兄都没看出来 不怪你的 许怀锦谋中闪过遗憾 小师妹无需自责 你从未涉猎过 有偏差也是人之常情 我微微拧眉 不应该 我刚刚拿起这块的时候 混沌灵根明显能够感受到 一丝精细灵力 大师兄 我想再试试 好 许怀锦见我坚持 虽不抱希望 也没拦着我 好不容易小师妹 对见识有兴趣 她当然不可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全当是陪小师妹玩了 这儿 我指了一个地方 许怀锦一言而作 下一秒 薄弱时曾应声而碎 黑金的光芒迸发而出 玄金 许怀锦大喜出声 转而看向我 小师妹原来早有研究 要知道 玄金可是比玄铁精 还要难得的材料 我摇了摇头 在此之前 并没有接触过 许怀锦惊讶出声 第一次 宁行周都看愣了 小师妹就随便指了一个地方 第一次开出了玄金 我诚实地点头 好好好 若觉修炼乏味无趣 小师妹可多来此 大师兄带你健保赏识 由此一来 许怀锦对我甚是满意 多好的小师妹 不仅有如此天赋 而且肯定比小六听话 再看宁行周 许怀锦都忍不住摇头 大师兄 我还要带着小师妹 去拜访别的师兄 就不久留了 宁行周被许怀锦看得背后一凉 拉着我就走了 到了下一处宫殿 宁行周就开始认真交代 这是二师兄的宣墨殿 二师兄素来练自成痴 为人很好相处 只是啰嗦了点 到时候我们拜完就跑 话没说完 就传来一道温润男生 小六 怎么不敢进店说话 宁行周心知自己说坏话被听见了 拉着我心虚地走进去 二师兄 我也没说错嘛 你说一个大男人 天天练习脏花小凯 我一进去 瞧见一身穿青竹 刺绣长袍的温柔男子抬起头 桌上则是摆放着书法作品 新一色用脏花小凯抄写 文言 二师兄聂桑言闽纯 柔身开口 小六 平日二师兄如何教导你的 修炼之道 最注重心性与本性 只要心性坚定修炼 才会事半功倍 听见二师兄又开始碎碎念 宁行周无奈符额 是以我捂住耳朵 等他说完就好了 结果 半注香之后 聂桑言依旧温润 师父平日教导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却只看见脏花小凯 实在是肤浅了些 实则不论是什么字体 最重要的是 隐形周双目无神 锻炼心性 他是如何做到 连说半注香不停顿 气息还如此平稳的 如此可教义 你知道便好 修炼者只有心性坚定 才能度过这漫长一图 万事万物 你都不能只看表面 叶桑言点头 却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 正在此时 我认真看了看桌上 突然开口 二师兄 这幅书法似乎有点不对 叶桑言的嗓音 戛然而止 转而又有些激动地问 哪里不对 小师妹可否为我指出来 他方才找了许久都找不出来 我却一眼能看出 我指的指角落的一个字 这处有轻微灵力波动 应该是二师兄分的心神所致 叶桑言顺着我眼神定睛看去 顿时漫上喜色 小师妹当真是神人 静眼看出不对 二师兄佩服佩服 如此懂他 又敏锐通透的小师妹 打着灯笼都难找 不愧是他的小师妹 关键是将灵力注入其内 可起其笑 谢谢二师兄 我震惊之余 立马收下 二师兄 我还要带小师妹去医师殿分班 这就走了 说完 宁行周生怕聂桑言开始碎碎念 急忙拉着我就走了 终于出来了 二师兄这大道理越来越恐怖了 宁行周感叹道 我将灵符收入储物空间 想起聂桑言的话 好奇地问宁行周 小师兄 二师兄说的做事准则是什么呀 啊 你说这个 我还真给忘了 宁行周文言便和我解释 我们第一封的准则就是 不敢惹事的修炼者 不是好修炼者 不护短的师兄 不是好师兄我愣了 传言中最猜的第一封准则 主打一个敢惹事 矛盾 真是矛盾至极 小师妹应该很疑惑吧 为什么我们第一封实力最差 却还敢说这句话 宁行周瞧见我的神色 浅笑着问 我诚实点头 因为师父会练丹呀 宁行周昂昂下巴 颇为骄傲地说 而且我们不参加宗门比武 并不是因为实力差 而是不喜欢打架 也不擅长打架 觉得宗门比武无甚作用罢了 练丹师可是个香波波 怪不得连掌门都要让着师父 我这才明白 走 师兄带你去领分班牌 宁行周看着自家小师妹 一脸惊喜的样子 越发骄傲 一路上宁行周一直在给我解释 林云宗所有新进门的弟子 都要在第二封上 为期一个月的修炼基础课 之后才跟随各自的师父学习 但林云宗108封 每年新弟子众多 便根据林云好坏 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级 由各封主和掌门轮流上课 很快就到了意识店 几百名新弟子轮流领取分班牌 我接过自己的木牌 赫然一个大字 丁 与此同时 旁边想起一道讥讽的笑 哟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果然是丁班啊 我扭头一看 只见周明安带着宋青青走了过来 宋青青站在我面前 扫了我的木牌一眼 无数姓林云 果然只配在丁班 我就算在丁班 也是凌云宗名正言顺的弟子 总比某些人被扫地出门的好 我双手抱胸 平时他虽好说话 但遇见找上门的人 他二话不说就得单回去 瞧着周明安 想来宋青青应该是凭着武林跟搭上二风主 再能站在这儿 就是啊 宋青青你既然如此有自信 不如你也让我们看看 你在哪个班 一旁的陆月霜一见宋青青 立刻到了我身前将我护住 经过之前的事情 陆月霜心底别说多认可我了 加上十分看不惯宋青青这等妖艳见惑 如今当然不能看着我受欺负 我看着陆月霜露出笑容 月霜 别怕 有我在 他欺负不了你 陆月霜扭头朝我一笑 随即看向宋青青时却高傲至极 怎么宋青青你不会怕了吧 也是像你这等空有武林跟 却心思不正之人 连考核都过不了 还让掌门赶了出去 为什么会站在这儿 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 也确实是见不得人的 你 你空有一副好嘴皮子 就算你护着他又怎么样 他照样还是武鼠性林跟 宋青青被陆月霜 一顿阴阳怪气的内含气的够呛 笑得轻蔑 而且你能护他一时 但你护不了他一时 话音未落 陆月霜冷着脸一把 抢过他手里的木牌 吃笑道 怪不得原来你也是丁班 怎么样 武林跟却被分到丁班 你怕是被气的心理扭曲 才在这里找存在感吧 你 宋青青被气的不行 转身就扑到周明安怀里 安哥哥 见他哭 周明安顿时心疼 朝陆月霜呵斥 陆月霜 你和清青同是第二封的弟子 你就是这样对待同门的 宋青周正等着周明安开口呢 立即站了出来 周明安 我看你是皮痒了 就许他欺负我小师妹 不许我们护短了 周明安心知打不过宋青周 在桥步上他们也发作不得 见周明安忍气吞声 宋青青心底越发怨恨不平 他抬着下巴看向我 嗓音如同毒蛇阴冷 就算他们都护着 你又有什么用 他是假 你是丁 我看他不在的时候 你能怎么办 我正要说话 却被宁行周和陆月霜 互得严严实实 陆月霜冷笑一声 随手就找旁边的人换 我是假 想与你换钉 好好好 我换我换 那人受宠若惊的结果 点头如捣算 等级越高 各风主都会更加重视 代表着资源可能会更好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傻子才不换 嗯 陆月霜抱着剑 亮了亮 写着钉斑的木牌 转而对我拍着胸脯保证 别怕 以后解罩你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果断 心里暖暖的 朝他笑 好 除了宁行周 陆月霜是第二个这么护着我的 我心里已经把陆月霜 当成好朋友了 宋青青更是没想到 大惊失色 你疯了吗 竟为了他一个废物 甘愿放弃假扳去钉扳 他不敢相信 竟真的有人愿意放弃前途护着我 他恨 凭什么所有人都死心塌地的护着我 他一个废物根本不配 哎 本小姐乐意 你管不着 陆月霜耸了耸肩 挑衅扬眉 宋青青脸色气得一阵红一阵白 拉着周明安转身就走 今日只划分等级班 并不上课的 我和陆月霜道别之后 就和宁行周回了第一封 楚山月正在大殿中等着他们 问等级可分下来了 我敏纯走上殿 将手中的牌子递上去 师父 这是分班牌 我从一开始是没想到 凌云宗掌门和各位封主 竟会以为我是最废物的无属性林根 后来转念一想 如此一来到也好 毕竟混沌林根太过逆天 一招暴露恐怕引来强者的忌惮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的道理 他两辈子都领悟得痛彻心扉了 我还有些忐忑 没想到师父亲看出来了 却不想 楚山月看着钉等木牌 不弄返校 甚好甚好 他们有眼无珠 看不出小气的天赋 说完 他又安抚我道 混沌林根尽力隐藏就好 但也无需抢求 有师父和师兄在 总会保护好小气的 我微笑着点头 脑海里却浮现一个诡异的场面 对面强者如云 而三位师兄拿着各自的石头 毛笔和书卷挡在我面前 我怎么想怎么诡异 楚山月才想起另外一桩大事 休息什么 可等你日后有了自己的想法再说 但却得早点契约一头灵兽 方便你日后出行 今日天色上早 小六你带小七去逐日之森 看他有没有喜欢的 是 宁行舟点头 拉着我就走了 感谢师父师兄突如其来的关心 我跟上宁行舟 师兄 方才师父说契约灵兽方便出行 难道我们灵云宗的灵兽 各个都能飞吗 宁行舟朝我黑黑一笑 倒也不是 灵兽中有一类飞行灵兽 如鸟类等 若非飞行灵兽 想要御兽而飞 就需要强大的灵力支撑了 但强到一定境界 御合物也都能飞行 灵云宗一共108封 全都是独立的山头 若是没有灵兽飞行 实在难以通行 说着 只见宁行舟召唤出一只白色的纸鹤 我看着颇为好奇 认真的问 那像是师兄这种 用一只纸鹤就能飞 需要何种境界啊 之前宁行舟带我来灵云宗 我就很好奇了 只是想着不方便才没有问 话音刚落 宁行舟一种复杂难懂的目光看着我 小师妹 你为何觉得它是纸鹤 一听 我看着它闽唇 它没有眼睛啊 而且看着这么单薄 宁行舟 有没有可能 它只是没有睁开眼睛 寿是因为它挑食 不肯吃饭 我正愣地看着那只纸鹤 缓缓睁开双眼 紧接着直勾勾地看着我 应该是 是听见了小师妹的话 我抿了鸣嘴 他都说成这样了 叫小胖 好的我不理解 但表示尊重 宁行舟转头安慰我 小胖是脾气有点暴躁 当初差点一把火把师傅的炼丹防烧了 但是师兄在 别怕 说完 宁行舟心里就绕起了小九九 身交体游的小师妹 应该很快就会乖乖地躲到他身后了吧 嘿嘿 自己马上就能在小师妹心里 树立起高大威猛的形象了 宁行舟越想越开心 可才发现身后完全没有动静 他拧没扭头一看 惊呆在原地 只见我站在白鹤面前 笑眯眯地看着他 而向来脾气暴躁的小胖 竟然乖巧地在我脸上躲梗上蹭着 我摸了摸他的羽毛 扭头朝宁行舟道 小师兄 小胖明明很温柔 小胖 啊啊啊 凤凰大人的血脉 蹭蹭蹭蹭 妈妈 他出息了 蹭到凤凰大人的血脉了 小胖才不管宁行舟裂开的表情 自顾自地蹭着我 我摸着他光滑柔软的羽毛 朝宁行舟明媚一笑 小师兄 小胖说他知道哪里有鸟类灵兽 我们这就动身吧 少女一身红裙 眉眼精致绝美 笑得张扬明媚 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宁行舟愣了愣 小师妹确实太不好看了 那傻鸟不矜持也是正常的 虽这样想着 宁行舟依旧瞪了一眼小胖 对我有温柔了 好 小师兄这就带你去 我和宁行舟坐上小胖的背 他就离地而起 朝着竹日之森去了 白鹤乘风而起 我听到耳边呼呼风声 感受着在云中穿梭的自由洒脱 是我穿越以来最轻松的一天了 宁行舟看了一眼天色 小胖 再快点 入夜的竹日之森很危险 竹日之森他可太熟悉了 谁知小胖根本不搭理他 真舒服 我感叹 随即询问小胖 可以再快一点吗 话音刚落 小胖长鸣一声 羞得风驰电掣而去 宁行舟 这傻鸟究竟是谁的灵兽啊 不过不要紧 他的就是小师妹的 不出一炷香 他们就抵达了竹日之森 我从小胖背上下来 感叹一声 刺激 飙鸟这么刺激 反观宁行舟脸色发白 唇上少了些血色 手都有点抖 妥妥的柔软书生 他狠狠瞪着小胖 谁教你这么飞的 谁教你旋转 跳跃的飞的 我诧异的看着宁行舟 小师兄 你怎么了 不好 他高大威猛的的形象 宁行舟突然拗手挺胸 端出庄重平静的座派 飞得很好 下次不许再飞了 我忍郡不禁 正要说话 突然地动山摇 一股强大的火系 灵力直冲天际 让整个竹日之森都沸腾了 这气息 难不成是竹日山脉深处的东西觉醒了 宁行舟正思索着 立马就瞧见无数道灵力朝那过去了 能瞬间引来如此多的强者 只能是他要觉醒了 宁行舟神色一灵 交代我道 小师妹 此事重大 我前去查看 逐日之森外围 最多一道三品灵兽 你就原地躲着 我点头 宁行舟看着小师妹乖巧的模样 又是一阵欣慰 乖乖藏好 师兄回来带你回家 说完 宁行舟架着小胖就去了 我大概也察觉到了一些风吹草动 想必是有高阶灵兽要苏醒了 我现在还太弱小 索性原地盘坐 专心修炼 之前突破到二阶灵石太快 还未来得及巩固 等我专心修炼完毕 耳边顿时响起一阵异动 嘶嘶嘶 我定睛看去 发现竟是一条黑色长蛇 最不同的那蛇的头顶上 长着一个火红色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王冠一样 他心下凛然 二品机关蛇 机关蛇那双三角眼 阴冷地打量了面前的猎物 不停地吐着星红杏子 我的目光 则是落在他的机关上 我若记得没错 那机关可是炼制弹药的好材料 虽然我不会炼弹 但可以拿回去给师父 杀气 一瞬间迸发 机关蛇果断攻击我 我凭借自身的速度迅速躲闪 风吹草洞间 传来一阵女子的讨论声 周灵师姐 师父说有圣兽要苏醒了 你说是不是真的呀 宋师妹 圣兽不是我们可以惦记的 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了寻找炼制丹药的药材 周师姐可就谦虚了 您是我们第二封最强者 若真是师父收服了圣兽 一定会给周师姐的 而我手中灵力抱起 化成匕首 直直地插入机关蛇的七寸 一击毕命 我灵力画笔 一刀地将那蛇的机关取了下来 鲜血四溢 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正要收进储物袋 就听见熟悉的声音响起 神弯弯 竟然是你 我扭头一看 又是宋青青 只不过从前是他被重心拱跃 而此时他和三四名女弟子 围着另外一个温柔女子转 宋青青眼尖地看见他手中的机关 给周灵吹耳边风 周师姐 你看他手里是什么 周灵拿着长剑 仔细一看 二品机关蛇的关 确实是炼制固元丹的好材料 此话一出 旁边一名娇孝女子走出来 昂着下巴道 你是谁 竟能获得二品机关 我们是林云宗第二封的弟子 正需要找寻二品机关 回去炼制丹药 给你一个机会 献出你手里的二品机关 宋青青一听 山峰点火道 周灵师姐 他是第一封新进门的弟子 叫神婉婉 是个无属性林根 什么 无属性林根的废物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第一封盛产废物 还正是合适 另外一名女子 捂着嘴喝喝发笑 上下打量了她两眼 叹气道 既然是第一封的师妹 那就算是神品丹药 也是就不回来的 既然对你无用 不如将机关交给我们 怎么抢东西 是你们第二封的传统 我谋色 剑成的看着面前几人 周灵应该在灵师镜以上 宋青青那三个 只是灵师镜 三个灵师镜好解决 但周灵很麻烦 师妹这样说话就不对了 周灵走上前 脸上挂着温柔和善的笑容 我们只是在和师妹商量罢了 毕竟就算师妹将二品机关拿回去 也只是抱铁天物 倒不如给了我们 到时候练出雇员丹 说起来师妹也有一份功劳 我要是不肯给呢 我冷着脸看着周灵 宋青青躲在周灵身后 山音风点鬼火 师姐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不知道 看原来是我同宗师妹 向来霸道得很 要是因为二品机关 让她告到掌门 恐怕对你不利呀 旁边的第二封女弟子 一听就忍不住了 宋师妹 你是先来的不熟悉 周灵师姐天赋比明安师兄 还要高出一线 连续两年在宗门比武中 拿下三甲了呢 就是周灵师姐可是师父 和掌门的新头宝 栩栩二品机关 我们周灵师姐想要 师父还会在乎她一个 无属性灵根 听着周围人的话 周灵虽脸上挂着浅淡的笑容 但姿态却越发居傲起来 周灵走到我面前 喊着笑 沈师妹 我想你误会了 都是同门师妹 我并不是要抢你的二品机关 是给你一个机会奉上她 话音刚落 旁边一名女弟子 瞧见周灵的脸色不好 立即叫喝一声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受死吧 那女弟子瞬间提剑杀来 似结灵师的灵力应运而出 我神色未变 手中五色灵力运转 再掌心急剧成一个法球 越来越大 剑剑只是堪堪划破我的指尖 紧接着她手中法球瓶推而出 带着微压 直接将女弟子打倒在地 扑 女弟子口吐鲜血 旁边的人立马扑了上去 周灵神色凛冽 看着那二品机关 眸中贪婪更甚 她立刻亮出法器 吃笑道 师妹如此狠辣 竟敢残害同门 那就怪不得师姐清理门户了 言毕 一股强大的刚风朝我面门而来 周灵境界不明 至少在周明安之上 以我现在的境界并无把握 我从储物袋拿出那堆符纸 迅速注入灵力 随后全数朝周灵扔过去 正在此时 那些注入了灵力的符纸 像是有了生命力一样 发着血红的光芒 营绕在周灵周围 周灵被束缚在其中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 符纸的红光越来越大 要炸了 快跑 我不由分说的运起灵力就跑 我刚跑出去 身后火光大亮混合着浓烟 随即传来一阵爆炸声和惨叫 轰隆隆 啊 师姐救我 等到浓烟散去 才露出几人的惨样 除了周灵 那两名女弟子 几乎全都被炸得昏迷不醒 周灵毕竟是大灵师 又有法器保护 只是头发和衣服被烧掉了不少 人还能勉强站着 他抹了抹嘴角的血 好 很好 竟敢和他周灵作对 他绝不放过 而宋青青早在福祉出现时 就已经躲到一边 他紧盯着我离开的方向 眸中透着狠辣的恨意 与此同时 我早跑了 直到安全地带才停下 我将二品机关收进储物带 想抢我的东西 吃人做梦 不知道二师兄的福靠不靠谱 最好能多拖延他们一会儿 但眼下 我已经误打误撞 进了逐日之森内部 最为稳妥的办法 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我一路走一路查看 这才发现不远处有个山洞 我用火系灵力探了探路 确定过里面毫无动静之后 才走了进去 我走了进去 正打算休息 下一秒 洞穴内火红色的光芒大亮 我下意识用手遮挡 那光突然又暗了下来 我才看清面前 惊失立着一个硕大的 红弹 神奇的是 那弹上布满了神秘的纹路 隐隐约约扶着吃惊的光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的吸力袭来 我只觉那力量吸引着我的右手 那指尖方才被划破 还往外冒着血珠 紧接着 我的手贴上诞身 指尖鲜血顺着纹路流淌 红光灯时大亮 骤然传来一阵一响 咔嚓 咔嚓的红弹出现了无数条裂痕 与此同时 灼热强大的神力掩面而来 一股从内心深处冒出的求生欲提醒着我 我把腿就跑 几乎瞬间就逃出了洞穴 那滚烫的神力却像是长了腿 追着我爆炸开来 我正在跑路之时 另一股强大的灵力将我笼罩 银白的长发倾洒在我肩上 呼吸之间我就被揽进了宽厚清冷的怀抱之中 裹着寒气的低沉嗓音在他头顶响起 你就是如此保护自己的 我抬头是地摇 我抿了抿唇 认真解释 我很认真的在跑路 地摇瞧了我一眼 并未说话 只见他腻着那股灵力 眉眼漠然金贵 眼瞼下的红质 透着一股肆意妖眼 强势绝对的气场一瞬间释放 刚刚还追着我的神力立即收敛 从那么大一团 不停缩小缩小 直到拳头大 安分得不行 我瞧着 怎么那团灵力好像越看越委屈 你我本君还不够 地摇兵猛的嗓音里 带着一丝怒气 我听猛了 我一抬头 就撞进那双深邃染怒的桃花眸 不知怎么 我竟听出一丝忧怨 这话说的 我好像是在外面变花惹草的渣男一样 我望着他不解道 什么 那双凤眸清澈冷静 望着他的时候半分杂志都不染 地摇冷冷地盯着我 薄纯紧敏 不识好歹的女人 契约了本君竟还招惹别的灵兽 当真该死 若不是本命契约 他又怎么会拿我毫无办法 我越来越不明白了 我什么时候招惹别的灵兽了 正想着 一声稚嫩软萌的声音响起 娘亲 听见那声 我瞬间紧觉地看着周围 旁边那团塑成拳头大的神力 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周围也没有人 只有从树后面歪歪扭扭地走出一只 厨鸡 那只小厨鸡长得有些像鹤 身上光秃秃的没有羽毛 更奇怪的是 只有一只脚 确实瞅得很少见 我在心里说 可刚说完 那道稚嫩的女生又在我耳边响起 小九不愁 小九不愁 娘亲别不要小九 那是一道极为软萌可爱的嗓音 着急跟我解释的时候还染着哭音 难道 我看向那只小厨鸡 转一下子就心软了 但这小厨鸡看着弱小 怎么会说话呢 那道声音立马就响了 娘亲我在这 在契约空间 你淋漓内视就能看见我了 我内视 竟发现灵兽契约空间里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粉雕欲拙的小女娃娃 圆滚滚的 像极力只小肉团子 可爱至极 无痛当妈就算了 还无痛契约 我裂开了 一个个的契约有通过我的同意吗 联想到地摇刚刚的反应 我脑海里浮现一个不可能的想法 转眼看着地摇 本命契约不是唯一的吗 地摇冷冰冰的腻了我一眼 薄唇清闲 否则你还想要多少本命契约兽 那些灵兽 岂能和他平起平坐 一听我正想着 小团子就在我脑海里解释了 娘亲 小九本来是想要和娘亲签订本命契约的 但是他实在太恐怖了 小九抢不过他 只能签订主仆契约了 小九说完 就听地摇冷哼一声 眉眼间染着屁腻苍生的漠然 蛆蛆又鸟 也敢想想本军的人 此话一出 我就看见那只小厨鸡 不知道被先飞出去 看不见踪影 而空间里 小九被吓得红了眼眶 我一下就心软了 急忙安慰他 别怕别怕 他很温柔的 我这话是在契约空间说的 地摇和小九都能听见 小九被他哄得不哭了 地摇文言脸色却沉了下来 我瞧着那一大一小 着实有些头疼 他问 只是主仆契约 大人不必太过计较 呵 地摇松开我的腰身 眸光清冷漠然 这尊大神 应该是刚刚小九 要签订本命契约 他有所感应的突然出现 再联想他的话 我就明白了 这人难哄啊 见他不说话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故意道 大人这样生气 瞧不得别的灵兽接近我 难不成是因为喜欢 我所以吃醋了 文言 地摇眉头紧皱 你没盯着我 放肆 他乃九州之滇帝王 怎么会喜欢一个人类女子 怎能如此口出狂言 他下颌线紧绷 神色韵怒 眉眼都染上怒气 但却不像平日那样默然 像是神奇将士 反倒多了些烟火气 我瞧着他静欲清冷的模样 更加忍不住出言调戏他 是吗 那为何大人看 都不敢看我一眼 说着 我的手就朝着他的脸颊去了 小手贴上他的脸颊 地摇登时虎去一阵 大掌紧紧抓住我的柔仪 放肆 温热柔软的手裹 在他冰冷的大掌 一热一冷的碰撞 让地摇有些恍然 我眼间的看见他微红的耳根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耳朵这样红 难道真是害羞了 说着 他故意用小指 在地摇掌心青瓜 果不其然 地摇耳根越发红了 一把甩开我的手 阴沉着脸 你 你放肆 见他如此 我更加不怕了 望着他的笑容 明媚勾人至极 他肆无忌惮道 瞧 大人紧张的只会说放肆了 说着 我的指尖轻点在他心口 大人的心跳 真的很像打鼓 地摇将在原地 正欲发作 却不想那只温热小手 又缠了上来 我见好就收 正色道 既然你今日误打误撞来了 正好也只差几日了 不如就此提前进化一次吧 说完 地摇深邃幽暗的目光 落在我脸上 像是在沉思我突然的变化 过了片刻 地摇才抿唇 这只是本君一时的分身 不变进化 等几日后 本君自会前来找你 我听着 心底震惊 他一个分身便能撕裂时空 更能一个眼神轻而易举 凭了那股神力 他想要修炼 想要的变得更加强大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就不是困难 逐日之森 内部猛兽遍布 危机四伏 他不可多待 好 我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却不想被人拉着手腕拉了回去 我微微醋眉 还有事 话音刚落 一根碧绿的玉霄就出现在我面前 那玉霄通体碧绿晶莹 周身饮料着天道符纹 看着就知道是极好的法器 地摇神色漠然 仿佛又变回冷漠的神奇 碧玉霄可代替你 用鲜血御兽 也能隐藏你的修为和灵根 我接过 正要道谢 却又瞧见地摇的目光 重新落在我身上 嗓音轻润低沉 日后莫要再上手 他点头 却还没想好怎么还礼 地摇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我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只能再次去找那只小厨鸡 没办法 都契约了 小团子的元神还在他空间 瞅就瞅点吧 他回到那洞穴 才找到被先飞的鸡 我抱起他 实在有些为难 小九啊 你是不是被火烧过 怎么没有羽毛 地摇一走 那股致命的压迫感就消失了 小九身龙活虎起来 在我契约空间里 小手拍着胸脯保证 娘亲放心 小九只是刚刚出生才瞅了点 以后一定会比所有的鸟都好看的 我瞧着面前的小厨鸡 光秃秃的没有毛 还只有一条腿 眼睛还发红 又看着小团子认真保证的份上 实在心软 没事 就是瞅了点 你不是不可以接受 但是 能不能不要叫我娘亲 叫姐姐也可以 好的 娘亲 小团子笑咪咪地回答 无痛当妈可还行 我正想着 转头却发现旁边还有一个白色的蛋 小九 这是什么 小九却也摇头 四十不知道 小九也不知道 小九是被娘亲的喜欢行契约的 一睁开眼就看见他在旁边了 我想了想把蛋收进契约空间 来都来了 有便宜不占往八蛋 我抱着小厨鸡正往逐日之森外不走 却不想走到一半 就迎面撞上了宋青青 宋青青一见我 立刻变了嘴脸 神万万 你怀里抱着的是什么 我当即皱眉 他怎么阴魂不散的 关你屁事 见我将怀里的东西捂得紧紧的 宋青青当即就觉得不对 神万万 我警告你将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我冷眼看着宋青青 宋青青 我手里就算是狗屎 你都要抢是吧 你若是不心虚 为何不敢给我看 宋青青细细打量着我怀里的东西 之前灵力波动 瞬间引得掌门和中风主的注意 师父说 主日之森的圣兽要苏醒了 只要能够获得圣兽 还怕斗不过我 看着我死死抱着他 他心里越发怀疑 也是因此 他才冒险跟着我进入了主日之森内部 好啊 那就给你看了 说完 我索性就放开了手 小九立刻飞了出去 朝着宋青青的脸出去 啊 什么鬼东西 宋青青还没反应过来 脸上就被小九啄了好几下 太阳手带着灵力 想要将小九打下来 却不想 小九灯时张开嘴 喷出火焰烧着他 在契约空间大喊 烧死你 烧死你这臭女人 敢欺负娘亲 粉雕玉镯的小团子 在空间里挥舞着小拳头 小脸都气得红扑扑的 看起来可爱极了 眼看着宋青青对小九 整得浑身狼狈 头发被烧 全身乌黑 小九 回来 我闽纯 又刚跟周灵结了院 周灵又知道宋青青追着他来了 若是我这时候下手杀宋青青 就算周灵没有证据 为了害我也会一口咬定 是我杀的 届时再牵扯出九阳宗的事 他为了复仇 毕竟杀了七八条人命 林云宗是高级宗门 为了所谓正义公道 说什么也会赶他出宗 宋青青还不能杀 宋青青被气得浑身发抖 看着我大骂 你这贱人 我要杀了你 说着 他正要运转灵力动手 却又被喷着火的小九 吓得缩了回去 宋青青 你是来找圣兽的吧 既然你也看见了 那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我闽纯 望着他 宋青青神色一遍 我怎么会和你这样的人做交易 你还不快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这交易你不得不做 我大可以把你打伤 把灵兽带走 我说着 从储物空间拿出那颗白蛋 看着那颗扶着红色灵力的灵兽弹 宋青青双眼放光 咬牙道 你说 这只鸟和灵兽弹 就是我得到的东西 但这弹我孵化不了 你我个带走一只 就此风口不言如何 我巧不声息地运转灵力 浮在那弹的周围 小九应该就是苏醒的圣兽 一旦让人知道他带走了小九 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引来一众强者的争夺 况且圣兽的失踪 林云宗高层也不知道态度 很有可能 我会担上偷到宗门圣兽的罪名 还会对逼着让出小九 这个世界 弱肉强食 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护住小九 这白蛋我已经探过 一枚极其普通的火焰了灵兽弹 但残留着小九的气息 足够误导人了 既然宋青青还不能死 不如直接拉他挡刀 哼 果然你这个废物 就是配不上圣兽 只有我才配得上 说完 宋青青抱起那灵兽弹就跑了 小九不解的问 娘亲 为什么要把弹给他 小九可以揍跑他的 我笑着挑眉 你呀太抢手了 娘亲要把你安全带走 就得找个背过侠 宋青青还以为自己误打误撞得了圣兽 殊不知那弹将是他的催命符 偷到宗门圣兽的罪名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看着那小九的鸟身 谁能想到圣兽长得别出心才 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两眼 宋青青抱着灵兽弹 跑出了很远 才压着心里的激动去查看 圣兽 这可是圣兽啊 想着 宋青青就开始向那弹输送灵力 渐渐的 他的灵力损耗无几 却依旧不见那弹有碎裂的迹象 难不成 这圣兽弹需要长久才能孵化 灵兽等级越高 孵化所需要的时间和灵力就越长越多 他一定要孵化出圣兽 一举契约 到时候还怕掌门和师父不重视他 哈哈 宋青青仿佛已经想到 自己把神弯弯踩在脚底的场景 得意又癫狂的大笑出声 我沿着路往回走 正巧遇见宁行舟 宁行舟找了许久 着急的问 小师妹你怎么样 刚刚天地灵气震动 你可以伤着 没有 师兄不必担心 我抿了抿唇 欲言又止 那动静是地摇和小九弄出来的 宁行舟瞧他神色不太对 以为他还没契约到灵兽有些伤心 急忙安慰 小师妹别伤心 师兄已经帮你找到了合适的契约灵兽 你先将就着定主谱契约 说着 宁行舟一袖一挥 一只羽毛火红的大鸟瞬间出现 是圣兽猎火鸟 妈了 圣兽他说将就 宁行舟见我不说话 以为嫌弃他找的 抬着胸脯保证 到时候时机一到 师兄就给你去找更好的 我看着他左看右看 问他 小师兄你有没有受伤 其实我是想问 他大灵师怎么弄到圣兽猎火鸟的 宁行舟一听 整个人都感动了不行 家人们谁懂啊 小师妹真的好贴心 区区一投圣兽 我就担心成这样 又善良又贴心 简直是他的梦中情媚 宁行舟顿是觉得 自己在我心里的形象又高大了起来 眼唇咳了咳 猎火鸟有神兽猪瘸的血脉 弄到手轻轻松松嘛 看见我不解的神色 宁行舟顿觉说漏了嘴 宁行舟拍了拍我的肩 小师妹不必担心 师兄没事 师兄在主日之森有关系 要投圣兽还是可以的 别人我都不告诉他 我果然进了传销组织 我有点凌乱 契约不及 师兄的事情办完了吗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神兽觉醒而已 宁行舟瞧见我没事 就松了口气 什么东西 神兽 而已 我有点不淡定了 敏纯问 小师兄不是说圣兽觉醒吗 怎么又是神兽了 那些人知道什么 宁行舟神秘一笑 老神在在的对我说 刚说了 师兄在主日之森有关系 说完 就将宁行舟登时严肃起来 担心到 宁行舟扭头看他 啊 我召唤出小九 不巧 当契约 小九一见宁行舟 就像是很喜欢他一样 疯狂往他身上蹭 宁行舟彻底正住 与此同时 各封主和掌门都找疯了 他们本是感受到了灵力的波动 算到逐日之森有神兽要觉醒 可寻着灵力到了这里之后 却半点发现都没有 二封主最为急躁 这圣兽 我凌云宗可等了几十年了 怎么好好的圣兽 突然就不见了 三封主也是拧着眉 四封主摇头 依我看 难不成是那圣兽 根本就没有觉醒 五封主一听 立即反驳 怎么可能 刚刚那股强大的气息 就算一人可能感知出错 但我108位封主都察觉到了 怎么可能有问题 四封主的第四封御寿是最多 众媒道 若真觉醒了 那你我断然不可能察觉到气息 除非 言毕 一封主楚山越冷淡的嗓音响起 除非圣兽已经被契约 气息便会被契约者隐藏 在场的众位封主顿时大惊 能契约胜受者 资质绝非返胎 若此人是门中弟子还好 若是别的势力 那岂不是为他人作家衣裳 掌门神色严肃 下令此地不宜久留 回宗门再商议 楚山越挂着平淡的态度 懒散道 我就是一个破炼丹的 这种大事就不参与了 各位加油 我就回去休息了 这人哪 一旦老了 精神头就不太好了 话音刚落 楚山越就走了 留下剩下的人 你看我 我看你 二封主看不惯他 掌门 他去找楚山越说去 二封主登时敢怒不敢言 谁让楚山越懒散 但却是凌云宗最强的恋丹石 基本一大半的高阶丹药 都出自他手 还要看他心情好不好 我和宁行舟坐着小胖背上 我无奈看着小九 站在宁行舟身上 好奇地问 小师兄 小九怎么这么喜欢你 宁行舟又气又烦 偏偏还拿小九没办法 他叹了口气 小师妹呀 你说你契约谁不好 契约这小丫头 小九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直接开口说话 小九还没说完 就被我捂住了嘴 我捂着小九的嘴 胡舟着转移话提道 小师兄 难不成你其实是只熊鸟 所以小九才这样喜欢你 谁知此话一出 宁行舟虎躯一震 只见宁行舟凑到我的面前 一本正经地问 小师妹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明明没有露出破绽啊 啊 我在风中凌乱 过了片刻 我才回神 小师兄 你真是鸟啊 宁行舟点头 是啊 除了师父师兄 还有小师妹你 就没人知道了 那你的原生 不会长小九这样吧 我好奇地问 宁行舟文言 骄傲的抬头 谁跟着小丫头一样 我那身羽毛 漂亮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简直就是上天陆地 最漂亮最俊美的一只鸟 当时我受了重伤 师父就是被我这一身 美丽的羽毛蛰伏 才把我救了回去 这话他说的可骄傲 可骄傲了 但听在我耳朵里 脑海里冒出一只可怜兮兮的鸟 被师父捡回去 一人一鸟凄惨的样子 小师兄真可怜 被人中伤 还要出卖羽毛 怪不得 我感叹 怪不得都说第一风采 唯一一个正经修炼的小师兄 居然是灵兽 灵兽修炼 确实比人类修炼 要难上百倍 小师兄修炼到九阶大灵师 恐怕要没日没夜地修炼了 宁行舟站二合上 摸不到头脑 什么 我看着宁行舟 认真道 小师兄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修炼 为了我们第一风争光 宁行舟一听这话 又感动得不行 小师妹竟然为了给他们争光 连修炼这种最无聊的事情都肯干 再看他 十天有九天都在藏经阁看书 剩下一天干什么都行 就是不修炼 他拍了拍我的肩 是凶羞愧 两个人互相觉得对方十分辛苦 就这样一路回了第一风 刚进店 就瞧见楚山岳回来 我和宁行舟上前 师父 小七 可有受伤 方才还懒散的楚山岳 一见我就来了精神 我摇头 师父不用担心 小七没事 楚山岳又看向宁行舟 主日之森的圣兽小六 你去查看了吗 宁行舟点头 看过了 已经被人契约了 眼下掌门风主们 应该在找圣兽吧 可不是吗 那一群糟老头子围在一个地方 每个人说几句 整整一百多个人 围尸头都听诈了 不就是一头圣兽吗 一个个叽叽喳喳的 跟一群蚊子一样 楚山岳实在嫌弃 都忘记要在我面前 维持高冷的形象了 转头一想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高冷的人 所幸得了 宁行舟敏唇提醒 师父不是圣兽 应该是神兽 怪不得 那股灵力如此强大 管他呢 神兽而已 楚山岳一听 惊讶之余也懒得管 反倒关心我 小七啊 给师父看看 契约了什么灵兽 我看了看宁行舟 见他点头 将小九召化了出来 楚山岳看着面前的鸟 开口安慰 小七别担心 先将就用着 下次为师再带你 去契约个漂亮点的 心中多少有点嫌弃 一只脚 没有毛的屠鸟 好像有点配不上 自家宝贝徒弟 正想着 令行舟冷不丁开口 师父 你再看看 嗯 楚山岳起初 只是粗略扫了一眼 随后才认真打量了几眼 一只脚 一只脚 楚山岳冒出一丝 匪夷所思的想法 微微拧眉 难不成是神兽必方 小九稚嫩的嗓音 才在店里响起 是啊 正是本神兽 只见那小厨鸡 昂了昂下巴 颇为高傲 我一瞧笑了 这小团子 还有两副面孔呢 小九一到我怀里就乖巧 知道了娘亲 小九会很小心的 一定会努力突破 才能更好地保护娘亲 楚山岳笑容更胜 颇为得意道 那些糟老头子 就像苍蝇一样乱找 又有什么用 命中注定是我家小七的机缘 我家小七这么好的姑娘 就是最好的才配得上她 我有些许正愣 两事都是被师尊所伤 我听得最多的是你不配 在第一封 我听到的是 最好的才配得上我家小七 时机一到 师兄给你找更好的 小师妹若是嫌修炼无趣 大师兄带你健保赏识 无需谦虚 小师妹就是最好的 就算第一封再猜 这一事她也认了 我心里念头越来越坚定 我一定要好好修炼 才能保护师父师兄安好 正想着 店外就传来嚣张的声音 神晚晚 你残害同门 还不快多滚出来 楚山岳眉眼一灵 带着宁行周和我就出去查看了 何人在我第一封放肆 宁行周冷喝一声 一看 果然是周灵和之前两名女弟子 我对上周灵的目光 正要说话 却被楚山岳护在身后 楚山岳对大多数弟子都没印象 他神色冷淡的看着周灵 你是哪个疯的弟子 敢在我第一封大吵大闹 静止对上楚山岳和宁行周 周灵呼吸微致 又很快恢复 弟子周灵是第二封弟子 在此见过一封主 今日弟子奉了师父的命令 带着三位师妹 前往逐日之森寻找药材 用来炼丹 却不想中途遇见神晚晚 不仅药材被他抢了过去 他还残害同门 将我师妹害成这副模样 弟子前来讨个公道 还请一封主和宁师兄做主 静行周冷眼看着周灵 你随口一来 就是我家小师妹残害同门 我看你还是几言慎行 否则我定将你污蔑小师妹的事情 告上掌门 静行周很少和别的封弟子打交道 他家小师妹人那么好 但凡为难他的人 一定就不是好人 周灵没想到 这人丝毫不讲道理 不仅不信他的话 反倒说他污蔑同门 他本就窝火 一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静行周 我估计师门礼仪才叫你一声师兄 你也不看看以你的修为 究竟够不够格在我面前端师兄的架子 话音刚落 周灵正打算继续开口 却不想楚山月一个眼神看过来 他才换了一副态度 周灵忍着气 对楚山月道 一封主 弟子相信您是德高望重的前辈 也是秉公无私的人 这才会找您秉持公道 楚山月脸色如常 漠然地挥了挥秀 本尊不与小背论对错 把你师父叫来 周灵没想到 他们两人死心塌地护着我 只能被迫拿起传音时 给二封主传音 刚传音完 就瞧见楚山月和宁行周进了殿内 他正要进去 刚迈步大门通的一声关上 还传来宁行周的嗓音 什么档次 也赶进我第一封的宫殿 周灵被撞得鼻子通红 流出鼻血 气得跺脚 却只能站在原地干瞪眼 刚进殿 我低着头寻思 怎么交代事情经过 楚山月一见自家徒弟低头 当时担心不已 小七别怕 有师父在 竟就如此相信我 看着我乖巧低头 楚山月想起我可怜的经历 满眼心疼 小七是师父亲手选的徒弟 师父为什么不信 我就相信小师妹 小师妹才不会做出 残害同门的事情 宁行周也是坚定开口 我抬头 一双凤眸真诚地望着他们俩 他们真的是我打伤的 此话一出 宁行周和楚山月都愣了 我正有些担心 却不想楚山月不怒反笑 一个人打伤周灵三人 不愧是我家小七 就是厉害 小师妹才不会残害同门 他们被打伤 肯定是因为他们太菜了 肯定是他们的错 说不定是他们先动手 想要让人多欺负小师妹 对 肯定就是这样 反正小师妹做的就是对的 宁行周越想越对 你没开口 太过分了 说完 就见宁行周绕着我左看看 又看看 关切地问 小师妹 那群人没有菜到你吧 我摇了摇头 从空间中拿出二品机关 师父 当时就是为了抢夺此物 情急之下 我才用二师兄的服伤了他们 楚山月恍然大悟 怪不得周灵几人那样凄惨 小气肯定扔你把服 他问 服用完了 我点头 只是这关注点 似乎有点不对 楚山月大手一挥 无妨 让你二师兄再画个几百张 言毕 殿外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吼声 一封主何在 楚山月一袖一挥 宫殿大门由此打开 外门站着的老者正是二封主 旁边周灵凄惨地捂着鼻血 门一开 二封主气势汹汹地走进来 楚山月 你纵容手下弟子抢夺珍宝 出手伤人 残害同门 该当何罪 楚山月眉头挑了挑 抢夺珍宝 抢的是什么 你和你那弟子信口雌黄 张嘴就是残害同门 我却到现在连个证据也没看见 到底是谁污蔑同门 心思歹毒 二封主被他一噎 扭头给周灵使了个眼色 周灵急忙到 弟子和已经昏迷的两位师妹 就是证据 楚山月吃笑一声 这算什么证据 今日你带人说是我家小气 才害同门 明日岂不是可以找人来说 我也才害同门了 简直可笑 一封主 你身为一封之主 好歹应该德高望重 大公无私 难不成你要为了维护一个新弟子 连那张老脸都不要了吗 二封主气急 表面骂得斯文 心底骂得贼赃 德高望重 大公无私 你哪只眼睛看见 我和这两个词有关 楚山月不怒反笑 根本不进二封主的圈套 楚山月懒散的坐在手座 毫不在意道 老夫就是个破练单的 自己都属于修炼 哪里德高望重 哪里大公无私 老夫只知道 若是连徒弟都护不住 一封之主也不用做了 二封主被楚山月不要脸的态度 气得跳脚 有气撒不出 冷横开口 楚山月你别以为你 仗着自己会练单 老夫就得让着你 楚山月笑 欠揍得很 老夫求你让 来来来 你千万别让 我看着师父 心底暖轰轰的 恍然大悟 小师兄累负火爆又傲娇的性格 原来是从小老头这来的 宁行周那欠揍的模样 简直和楚山月是 一个模字刻出来的 没想到楚山月这么虎脚蛮缠 二封主气得够呛 怒声道 你当老夫不敢动你 楚山月只是笑 你动一个试试 话音刚落 二封主被气得没了理智 扬起手中灵力正要动手 却被一道声音打断 二封主 众人朝声援处看去 掌门先锋倒鼓地走了进来 二封主再气 爱与掌门在场 也只能忍其吞声 掌门 楚山月看向掌门 并不说话 掌门对二封主实在无奈 此事本就不分明 还妄图对一封主动手 简直不知好歹 哪回惹恼了楚山月 他不肯炼丹了 不都是他这掌门拉下脸去哄的 偏偏还招惹他 掌门反二封主 面上不表露 直到究竟是何事 惹得二封主竟要对一封主大打出手 二封主一看到掌门 顿时像有了靠山 急忙告状 回掌门 近日我派弟子前往逐日之森 找寻药材炼丹 却不想中途被第一封弟子 神万万所抢 药材丢了不说 竟还打伤我第二封三位弟子 其中两位更是昏迷不醒 我前来讨药公道 楚山月却要袒护 那残害同门的弟子 我这才动了手 楚山月冷声 我第一封的弟子 需要抢你第二封的药材 小七想要 第一封满山的丹药 都是他的 还需要同你抢 什么档次 二封主一听 怎么忍得了 楚山月 你莫要欺人太甚 若不是神万万打伤同门在先 周灵这样善良的丫头 又怎么会上门讨公道 你们失去的 只是二品机关 林丫头失去的是她的名声 掌门一个头两个大 一封主和二封主向来不合 又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他捏了捏眉心 开口阻止 两位封主稍安勿躁 神万万 周灵 你们说 周灵一听 急忙怒气冲冲的走上去 回掌门 就是神万万万 抢了弟子们 好不容易找到的二品机关 更打伤了我 与两名师妹 至今还在昏迷中 回掌门 我没有 你说我抢的 你却又拿不出实际的证据 我不卑不亢 嗓音平稳的说完 看向周灵 周灵神色微变 开口辩解 你胡说 我眼睁睁看着你打伤的 我对上她的目光 你有何证据 证据 周灵对我一夜 气焰消散 我这双眼睛就是证据 此话一出 掌门落在她身上的眼神就变了 众人就知道她并没有实质的证据 宁行周鸡笑 你的眼睛就是证据 那我小师妹的就不是了 我看分明就是你血口喷人 周灵一下就慌了 我没有 真的是她打伤我和两位师妹 师父 掌门你一定要为弟子做主啊 二封主也不傻的 到了这时也看出 此时有猫腻 但周灵是她境界最高的弟子 她又不得不护着 你说我残害同门 明明是我杀了机关蛇 获得了机关 你们人多看我独自一人 便起了抢夺之心 是你不仅妄图抢夺我的机关 更是污蔑于我 他们根本不是我打伤的 你们还说 我第一封弟子 就算吃再多丹药也无济于事 不如把机关给你 让你回去练丹 我站在殿中 神色冷静 和神色慌张的周灵 简直形成鲜明对比 楚山月撑了头 讥笑出声 我竟不知道 什么时候第二封出了练丹 比老夫还厉害的弟子 既然如此 日后宗李丹药 不妨就让第二封去练吧 一句话像是一滴水 掉入油锅 炸的掌门和二封 主脑子嗡嗡的 谁不知道 第一封虽是醉菜的 但楚山月能霸着第一封 就是因为 他是大陆三大恋丹大师之一 宗内高阶丹药 都出自于楚山月之手 说句不好听 楚山月若是心情不好 林云宗一百零八封 所用丹药都得大打折扣 因此掌门不仅不敢招惹楚山月 更是日日哄着 他那句话百明了 就是被惹恼了 讥讽之意十足 掌门觉得太阳学跳得疼 他哄着的人 二封主声怕气不跑 人难哄掌门难当 掌门立刻作出决断 周灵意欲抢夺同门之物 事后竟是 更是栽赃污蔑同门 可见其心叵测 按照林云宗宗归 本作命你去善恶堂领伐棍一百 你可服气 周灵脸色煞白 咬着牙不肯说话 我走上前 周灵你若不服气 我有一方法可确认 究竟谁对谁错 你说 掌门道 我看着周灵 按照你所说 我打伤了你们 但我区区二阶灵士 我看向掌门 众所周知 服术极为玄妙神秘 我一个无数性灵根 如何学会服术 还是说 第一封难道有谁会服术 言毙 二封主脸色就变了 众所周知 第一封弟子全数不务正业 除了修炼什么斗作 楚山越不会 门下弟子又如何会 掌门门言 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 摇了摇头 第二封弟子周灵心术不正 污蔑同门 罚棍两百 闭门四过半月 周灵 你现在可认罚了 周灵看见二封主别开了头 知道自己输了 只能咬牙忍气 弟子认了 掌门挥了挥衣袖 既然认了 先去山岳堂吧 二封主和周灵正要走 楚山越却开了口 慢着 后续接原文第二十章